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萨里奇 漂亮的一角传球 看看康瓜进去之后倒在罚球区 主裁判第一时间没有任何的表示 先来看一下康瓜这次拿起球 来了 那些倒三角 萨里奇一波 最后一角远射 打得另一路弹进了成本 萨里奇 没错 这我感觉迭哥有一个伸脚的动作 从他当下打过的这个球 其实还是对守门员有一定影响 是的 所以这些解释的刚才张老所提到的 就是球速并不快 但是门将为什么感觉好像稍稍有影响 就是没有能够做出一个扑救 没错 应该是守门员受到了一点影响 然后裁判也是出了越位 又到了康瓜这一侧 二打一的 这俩人跑的 全跑 没有跑好 好球 漂亮 这个球打在边往上 胸部停球 然后顺势转身打门 恒销萨里奇 再回销给许东 许东起右脚传中 看这个投球 这一下完成得不错 陈尊新 判断失落 扛船 变香 右脚 还有机会滑天 再右脚射门 都被封堵了 都有点犹豫啊 这最后那一脚射门那一下 对吧 有第一时间射门的机会的时候 然后都没有去把握 没错 还是想在最后射门的这一下 还是战术打到后点 嗯 我就点到门前 嗯 就像横船出现失误了 看瓜子拿球 外线突破船中 后点 球进了 非常的漂亮 而且正是25号替冯厂的王健明完成了进球 王健明的包抄啊确实是他这个预见性 还没起 这个点选择的非常好 判断非常准 倒地的一脚 铲射 难度其实挺大的 这个球 哦好球 直传斜差 停球 调整 再横敲 给康瓜 看看 右脚大门 这个球被扑了下来 这个就非常难了 嗯 看看扑阿基 紧速度 王健明 速度 这一下马胜防守 很关键 看看门先前 打到了一种场跟进不射 抽进了 这个球 又是王健明 我再来看一下 首先巴结这个超车 王黎某 其实第一下 呃 马胜已经完成得很好了 但确实就像战亚导三所说的 门将陈昭并没有去 对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有意 对 他不是一个有意的回传 是在拼抢下的这种 干扰下的这种破坏球吗 是的 球运员做出这个决策 可能稍微受到了一点影响 还是打边 还是要需要边路的船中 中路这么多人 很难打进去 嗯 好球 哦 哦 倒在罚球区 这球可能是需要看一看的 非常快 支撑斜差 斜差还是非常快 这个时候 不好判断 不好判断 嗯 这个角度 接触的那一下应该 它是一个行进间的动作 没错 没错 这个是在于 接触那一下 得看一看 是在罚球区外 还是在罚球区线上 没错 哦 这个应该是第二张黄牌 厉害龙 哦 机会 看一下 还有 啊 这个球应该是 弧线绕过去 空中已经先出界 对 应该是已经出界了 哦 这个应该是进球了 没错 就像刚才所说的 就是基于这两点 球应该是已经完全过线 并且刚才的这个 所谓空中出界的这个情况 是不存在 所以这是一个有效进球 中路 够阁号的传球 后点抽球 又抽进了 哦 这一下最后时刻 是取得了进球 首先我们要说 这条传中给的质量 确实很高 这些传中质量太棒了 嗯 是非常好 郑浩贤的助攻 嗯 这球球打出来之后 看一下 哦 这个球 裁判是吹响了 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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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